今天带大家体验一下 沉浸式超白玻璃生态鱼缸 开缸全过程 首先把超白玻璃消消毒 倒入的清水填满鱼缸 加入10毫升的高蒙酸甲烟 浸泡4小时以上 这样做新买的小鱼 就不会生病死亡 然后把污水抽走 用清水洗干净就可以了 把之前洗干净的釉沙倒入 再到黑色大颗粒沙 轻轻地摊开它们 把青龙石和松皮石 按自己的喜好摆放装饰 想放哪就放哪 好看就行 放入小巴绒水槽 放入薄膜袋 这样能防止 加水时冲散底沙造型 而且水不易浑浊 看看方法是不是很管用 把过滤器安装上 浴缸灯调整好造型和方向 最后给过滤器加水启动 就能正常运作了 其实这个缸没有想象那么复杂 而且放在办公室或家居书房 都非常好看 还可以至于一天疲惫的